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叶字的国语注音是 一爱叶,四声叶,叶,四声叶 叶是通报姓名,然后觐见 以表示崇敬之意 如拜会尊长,一般都称之为敬业、拜业 又因为敬见的时候,多半对尊长有所请求 所以请求的事情也称之为业 如列子天瑞篇,弟子敢有所业,先生将何以教? 这是说,学生大胆地想有所请求 老师要怎样地教导我呢? 由于业见尊长,必先通报 所以自秦代开始,就设有业者之官 专门掌理朝剑和申报奏章之事 后代多殷席设置,但是稍有改变 到了宋朝之后就废除了 业也是名次 如头叶尽见,就是先地上名片再行拜见 叶又是告的意思 如左传环十七年 势志而战又何叶焉 而叶告则是请假的意思 如宋史长茂传 与庙议事不合,以吉业告 意思就是,汉朝上各大臣讨论国事 而意见不合,就以生病当作借口 去请假几天 总而言之,业是一个表示心意非常虔诚的字 如抗战胜利的时候 国民政府环都南京 先总统蒋公及率领文武百官 亲业国父临寝致敬 蒋公崩世之后 战错慈胡 全国居民同胞以及海外归国华侨 也纷纷赴慈胡敬业 蒋公临寝致敬 可见,业这个字是不能够随便使用的 最后要提醒的是 叶字的国语注音是 一叶叶四声叶 但是有人不注意会念成结的音 这是不正确的 此外,叶字的右下方中间是一个人字 而不是一横 所以读念和书写的时候 要特别的注意 今天的每日一字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会